現在還要繼續說這個七恆行者的七恆 剛剛說過的是我聽心觀 一種黏行和一種黏行 那麼下面這個鸞行、丁行、陰行和寫第一恆 那麼這個意思是什麼? 那麼這四種另外一個名稱叫素賢金 另外一個名稱叫素賢金 這四種 那麼第一個叫做鸞行 或者一個叫做鸞行 就是這個中上黏行 中上黏行和這個北上黏行 你開始對世間 代表說不正 這個剛才說的 關心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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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不正 以及療貼一種優勞法、不正、通、不正、不正、不正 那麼這個我們現在黑幫跟我們說 跟剛才的說明是 就是民雄雄雄 這樣我們了解就是法紀佛就跟我們說這樣 但是我們不一定 鐵底、鐵肥、什麼叫無雄、康空、無誤 這樣不行 還沒有鐵底了解 是好像知道一個文字上這樣 你知道而已 但是你今天對你開始受興起 不正、關、你就不敢去 不敢去什麼呢 不敢去看人跟人的中間去接觸那個對方的生活 我說接觸對方的生活,知道嗎 那這個社會的問題、氣候的和態的 目前就是社會的這個混亂的主要原因嘛 那就是對這個不正、關、無透視過 所以我們就跟我們說的 我們這個生活是優雞肥的這就是當中嘛 男朋友跟女朋友都這樣嘛 再說一句比較小的 生活如果在那裡不小就超過了 好,比較漂亮也超過了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可以鐵底看一看 沒有、有、他 全部都是一樣的 不僅我們鐵底 不要再去檢驗就這樣 開始沒有檢驗 還對這個感受的問題 無論是這個事業 還是這個名為 利益 那麼你開始就看淡了 開始看淡 這樣第一位叫做亂來 所以這個亂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齁 開始就受傷 開始從這個社會去看淡 那個第一位叫做亂來 所以這個亂就是什麼呢 就像我那個聖火已經現了 那個聖人的這個路庭 開始又起床 已經有一個 那是那個火已經去檢驗了 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叫做亂嘛 我們知道齁 那是用勤聖服 又再看上去 爲到對於 因為這個藥 氣 él 采情或是 charm 我們知道齁 現在如果再奴 Empire 變成人情 就像江飛 衝 八 二 底衝 寫第一位,這是如穿高的意思 因為這裡有跟我們說 這些問題是拼得到什麼 拼得到你本身建國 你如果初初看破還是破 你叫做看破 但是行的水準都寫過境界 這個叫做寫第一位 這個分作四位 所以在菩薩道裡面 菩薩道裡面叫做寫過境 有說是寫過、寫過、寫過、寫過境 但是現在裡面是說 無量受七現有的 會這個現觀者 所以這個就是他有追準 真的有追準會受限量 這樣才講,這是世面這樣 那麼他裡面還說一個數量不出 所以我剛才說那個 北上的黏症和中上的黏症 這兩項就是有看的就是這個數黏症 所以第一叫做關心不正 這個就是抵症 這個心不正是對方的 會記得 因為這個是要破掉我們對這個色欲的貪照 知道嗎 還說是有時候 不是他的心不正 有時候他的心也很不正 我說心不正 你知道嗎 像最近這個公衆的事情 那個心是在鐵底不正 不過這是夾這個問題 跟台中最近出帖 做得很嚴重 那是真的心不正 為了金錢 萬利弘無欲 這真的心不正 他的身體不正 又在心真的不正 那共衆的事情 實在是鐵底不正 知道嗎 所以要了解對方 心、心兩項 心不正 但是心不一定正正 心有很多不正的 這樣我們就要對他們 因為眾生 很多人 為了這個色欲 來對 做生無量的痛苦 柯林頓的問題 我們應該看得出 美國總統柯林頓 那就是他對色欲 不能看出來 現在對方那個路人 這樣有得要跟他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心不正 所以今天這個眾生 為了越濕 要對自己的 有夠多的座 你知道嗎 那麼這個 觀心無上 就是我們人的心 旁邊說我我心 筋地上色的變化 無上心 這樣 就是說 上的電動 這個觀法無誤 就是說一切法 不是你可以控制 你知道嗎 這個無誤 就是我本能主宰的意思 所以這個氣條五濕 就是觀修事庫 就是探討跟我們說的 無論這個名字的感受 台語的感受 還是說無 經驗的感受 事實說 沒有一個人是快樂 齁 所以比較跟我們說 獨棄就落中 這樣 快樂的濕中 我們 對我們 年紀一大百 一百這麼大百 學生 對世間的 也是已經 推廣 這樣 乾淨很多年了 這有說 對世事無上 變成學生 看得看 聽不懂 聽不懂 這個對出世的學校 到你今天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這樣來講 應該是很清楚 才對 所以 事實說有時候 要看得了解 要看一世 無上無後 現在已經是 才是生了萬聖 但是千萬要 千萬要放的路 要放的路 要放的路 不然還想到這個 世間法 還在給我們 電腦 世間法在電腦 有四種 全都五十的電腦 所以這四項 就是對所管的境 你可以看得了解 比較像四種定規 這樣 對你所看的境 本來是很亂接觸 但是你慢慢慢慢 知道不正 知道無上 知道是苦 這樣慢慢 你心就靜下來 靜下來 灰就生這樣 這個叫做四種灰 但是這個黏 就是金黏 就是太黏 就是油 倒紋 本色那個魚 這個黏 它又再另外一次 差不多那個叫做四黏廚 但是這個黏 它又另外一次 就說 就說我們今天 這個 對這個佛法的疑 慢慢分析 但是不會去 和不會記住 這樣 齁 這個有什麼另外 比如說我們現在 就這樣聽 聽聽 你若是面子在畜牆 那麼你友是如何 你若是水的記迫 這個叫做黏 如果再放好不去 就有辦法 就有問題了 就真的有問題了 就是我們知道 那個過期的這個熟心 煩心 我們在地點 齁 所以這個黏有說明了不忘 這樣才會陰性定規 如果下面一句 宿靜禁 他在地點說就是宿靜禁 因為現在下面 宿念是宿靜禁 和宿如意俗 五筋五力 這個就是三十七道品 其中的幾項 但是三十七道品 如果要加就是加七角七角八正道 所以我們在地點 他沒有提起七角七角八正道 他有掛到八正儲 掛到八正儲 所以我們現在來瞭解 這個宿靜禁 就叫宿靜禁 靜禁就叫宿靜禁 那麼這個宿靜禁 就是靜禁 靜禁什麼呢 第一 對微生的惡 讓他不要生起來 人家有時候神殊重點 為了這個食神像不像 為了頭前說的這個不正的神父 都有神殊國中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第一句說 這個還沒生起來的這個惡 這個惡包括神殊計劃 做惡惡的惡 如果還沒生 那麼絕對不能讓他生起來 他們的生起來對我們不理 聽到齁 那麼第二 對已經生起來的惡惡 趕緊斷掉 譬如說你已經有去神殊計劃 為了要設計沒有一個人的事情 千萬五千又設計下去 了解齁 第三 第三 就是對微生的惡靈 對微生的惡靈 對微生的惡靈 可以讓他生起來 因為這個菩薩就是主彼為主 聽到齁 聽到齁 不是自己主導而已 一定要做眾生 這個惡靈一定要生 還沒生 但是對已經生出來的這個惡靈 趕緊做好起來 讓他整整 因為這個對個人的惡靈 對眾生的惡靈 那麼這個叫做肅靈 那麼這個惡就是什麼呢 靈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叫做肅乳肅 這個肅乳肅 另外一個名稱叫做肅神軸 和肅乳肅 那麼這個肅乳肅 這個是包括什麼肥 我們現在來了解一下 其實這裡有什麼惡靈 肥 但是這個惡 所以你現在這個惡靈 不要說對這個惡靈的惡靈 這個惡靈 這個惡靈 就是你自己有向上發電的這個意思 向上發電 譬如說這個惡靈 包括什麼 先行為偶說 這個肅乳肅 如果他在這裡肅乳肅 應該是肅乳肅 我們知道肅乳肅 第一 肅乳肅的中間 我們不會叫做惡靈的惡靈 一直惡靈 一直惡靈 是好 好 愛 譬如說 先行為我所謂 今天學肅的人 我告訴你 這個惡靈的人 你心裡自然的行處 行一切善道 這樣 如果沒有惡靈 沒有惡靈的人不會 所以你今天想過五次 你就沒有惡靈 沒有惡靈的惡靈 你叫你行善去惡靈 還不能 心來這樣 神主義去做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惡靈的惡靈 你祖祖前前 祖奪奪他 那麼你這個事情 他很幸福去做這個惡靈 我們知道 你自己想 你現在心裡去心動 看怎麼樣 我們就知道你有惡靈的惡靈 聽嗎 聽嗎 所以這個惡靈的惡靈 一切善行 可以早日完成 譬如說 我們今天 祖奪募祖 重現奉行 這樣就是我們的 基本理念 但是 還有一個重生的 你是不是 那個心裡已經發出來了 那已經發出來了 你那個叫做惡靈 所以跟惡靈的惡靈 一切善行 早日可以來完成 這個叫做如意狀安 叫做什麼 叫做惡 叫做惡靈 什麼叫做惡靈 叫做惡靈 叫做惡靈 第二 這就是說惡靈 這個惡靈 就是什麼惡靈 這個就比如說 今天你疏聽的 疏問的法 你不要讓我忘記了一臉 你這樣 收一臉就起來 這就是回憶嘛 一回憶就想起來了 最少起來了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疏問之法 不妄是靈靈如法實行 所以說我今天聽多少 我都記得 記得我還可以按照所聽的法義 下去實財修行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念如意角 但是實財修行 這是禁 原來叫做實財 因為這個禁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靈靈如意角 那麼這個禁裡面說靈修一切先行 不是說僅僅要靈修 因為這個禁裡面有僅僅 世禁跟美麟 這不是跟人家說過 所以這個禁就要靈修 就是靈修什麼 我們有說那個軟尾 頂尾、頂尾、頂尾 生第一尾 這個禁裡面讓它越美麟 這樣越完整 所以這個禁令 還接なる 那一點 做協物 改修可以修 改篋可以彈 改篇可以彈 改篇 靈、照片 現在 改篇可以彈 你有那個勇氣回家 當時有誰給他呢? 當時有那個快、倒、沾、亂、麻 這句話你聽到嗎? 話切就切啦 意思就是這樣 人家只要脫女帶水 人家要去,他又再半退半就 半退半就知道嗎? 要放,他又沒有菜 還不放,還不可以 你叫它半退半就知道嗎? 不可以 他說要收,要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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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收 沒有一點點,沒有燙氣 燙就沒有燙氣 所以這個叫做勤如異種 那麽就是鼠尾 這個鼠尾有可能是灰 所以他現在在這裡灰這樣 鼠尾一切法 先分別一切真實性 我們用的譬如說,我們要去聽聽 這個法書要去講 那個法書要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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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分別喔 當時他可以說是政法 還是議法 還是自己身的法 無憲法 如果沒有地府 你又不可以分別 如果有地府你就知道 教授一下 你現在就說阿喊基夫 就說的法是什麼法 洪詮基夫就說的法是什麼法 洪詮基夫就說的法 洪詮基夫就說的 所以肯定就是什麼 了解到不了解 原始復告的法是什麼 但是均均復告它是要說什麼 這個理論要發法精通 所以分別法的真實性 一無靈 真實聊天 是為數位 這個也叫做肥 其實我們不可以解釋 解釋麻煩 總是實質合理 差幾千里嘛 這句話聽到 變改不 你講一點點 但是對這樣差幾千里去到 就已經幾千里了 你如果不相信 那個線 你再拼一拼一拼一拼 再拼一拼 再拼一拼一拼就好 再拼一拼一拼就好 再拼一拼一拼 聽到沒有 那叫做實質合理 差幾千里 所以總之不可以磨領兩可 磨領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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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在海中間 千萬五湯 佩哥我來自我講一下 這個十上日就有跟我們講過了 沒法 但是不要讓法別 一定要精通大神菩薩法 鐵隊就選擇大神菩薩法 這個十上日就這樣跟我們講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今天你告別來 你要先佛應 要了解什麼法 就是大神菩薩法 這個法要精通 現在下面下面 他還說五筋 五筋 五筋裡面 他說 信筋 信筋 念筋 定筋 和悔筋 下面下面還說五筋 信筋 念筋 念筋 和悔筋 這個就很高 那麼這個 我怎麼簡單給他自我講一下 常常四筋裡面有一條叫五筋 有時候叫五筋 有時候叫五筋 數念筋 數靜筋 數如意焦 這樣剛才四四十六 再來五筋 再來五筋 五筋 五筋 再來二六 二六 再加一個七角筋 再加一個八筋 再加一個八筋 三十七篇圍 這個大小型法 必定要這樣鼓掌 他可以自我改團 但是大神菩薩法 一定要一三十七道病做基礎 第二 主修自己第二 用三十七道病做中性 那麼這個 什麼叫五筋 因為這個筋 它才有什麼筋 筋 筋就是靈性的意思 因為有筋 譬如說什麼有筋 向下雜根 向上發展 那麼這個筋就是 全是差不多有筋 它可以生這個骨 生雞 開花結果 但我們今天這個骨頭做 第一要有信金 所以信金就是 你一定要信三佛 是人間的祭佈 因為今天就在十聖 十聖以來的信聖祖 我們從信三佈開始 但是 副提主不是說 故意就是信三佈 你如果是真心 真的要信三佈 你一定要了解什麼叫佛佈 第二 你一定要了解什麼叫法佈 第三 你一定要了解什麼叫精 什麼叫做精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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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比較不妄 你就是佛佈 佛佈是佛佈所說的法 佛法 要來救助眾生的法 但是怎麼什麼法 可以救助眾生 你一定要對這三佈的意 一定要徹底了解 這樣才可以了解 三佈才可以助一切眾生解囑 這個叫做什麼叫做精佈 這個叫做精佈 但是今天我想說全生 已經幾月的人 我看不知五百萬人 但是幾月真的真的對三佈 有了解 這是另外一個事 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政前的佛佛佈主 你不能對三佈不清瘦 這樣不對 那麼第二叫做勤勤 勤勤是什麼 勇勵修一切善法 就是說獨奧無尊 因為這句說獨奧無尊 那個瘦要診到連那個叉就沒有這樣 獨奧無尊 獨奧無尊 善行旨定 先的旨定就是告那個三第一位 不是頂尉而已 三第一位叫做旨定 這樣比較有公平的實際 要做這點 那麼第三 比較叫做黏筋 那麼這個黏筋就黏黏不忘 政法的修持 怎麼說 一定要清淨、信靠、意厄 才能夠骨子一切斧斷 所以今天我們國人 以前要了解 今天我們如果是十三佛佛佛佛佛佛佛 政府沒中 有一種微濕 對我們個人的偏向也不中 要了解 眾生就是他們的是目標 它會造成履促 力道沸入的苦惱 所以佛佛跟我們講呢 這個 Dale管 這個 黏金就是對這個十千夾,包括撒塌岩不行。 貪親戚不行。 屋靠基義忘言容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叫做獨奧無尊,黏黏不忘。 這個十五夾不能再做到。 這個叫做黏金。 那麼來的呢? 這個叫做黏金。 黏金。 什麼叫做黏金? 就是裂心不亂。 不要因為我們人的心。 因為這個經這個三枚。 絕對不能說因為我們人的這個獨奧、接觸這個獨奧, 就開始心亂了。 貪婦是這樣,經經,就起亂。 差不多黏金看到一個獨奧。 有的人是照樣生亂,還要去看這樣。 知道嗎? 有的人是看得比較亂。 這裏就有亂,亂在了。 有那個亂的基本因素在了。 知道嗎? 但是今天這個亂。 這個亂你如果這樣別逃, 這個叫做你的六斤對六斤,不受這樣。 不要直接受。 就說你今天, 我們人在這個世間有去找, 人家不能說沒看到南路的問題。 聽到沒有? 關閃。 不能沒聽到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聲音。 不能沒聞到那個又奇奇怪怪的那個味道。 齁。 因為這個香裡面有南路中間的這種, 有種人是要噴那個香水味。 有種人是要噴那個糊臭的味道。 那就黑白痴心動念嘛。 齁。 齁。 吃到這個有這個問題。 噴到味道,吃到的, 這樣黑白痴心動念。 所以這句話是這麼說, 熱心不亂。 這個叫做不受。 不受六斤經常影響二亂心。 你知道嗎? 所以不是說相處接觸。 那如果心情一直說得更容易成功。 心若無情,說得更容易。 心若無情,說得更容易。 心若痴,說得更容易。 因為說得更容易。 心情,肥比較會生。 肥生拍這隻起來之後, 那麼說得更容易。 所以這句,這句定經, 就是相處接觸。 心情這樣。 不受到定經常的一種影響。 那麼再來,叫做肥金。 肥金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過, 差不多觀察, 特觀修理。 特觀優惡的修理, 以及有他的空力, 為肥。 你如果對這個優惡的肥, 這種細感法是優惡, 你如果可以特觀這個叫肥。 但當你特觀細感法是因緣, 但是因緣是空。 那麽那個空力, 一切法就噴空。 這個叫肥這樣。 那這樣呢, 對一切法, 當前你, 就不會黑白接觸這樣。 你可以甘定, 譬如說這個就是NP法。 這是什麼法? 什麼法這樣? 這樣你可以知道這個叫肥金這樣。 但是現在他認這條叫肥力。 肥力, 它包括什麼呢? 因為這個, 頭前那個肥金, 現在來肥力。 肥力就是什麼? 肥力就是什麼呢? 肥力就是什麼呢? 就是加親的意思。 所以說這個肥力, 就是加親。 好。 那麼這個肥力, 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力, 力有什麼叫做力行? 因為我們今天認定, 這個肥金之後, 你力行, 力行就說什麼? 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就包括, 哇,今天這個我們國人, 最初是去努力, 去用功, 去實踐。 齁。 所以這個靈力, 實力, 有財力, 有實質的本靈。 這樣的意思。 那麼這個五力, 第二叫信力, 就是信金正強, 一定要努力, 破一切實踐這樣。 那麼這個努力, 破一切實踐的主意, 會記住, 我們一定要做文。 但是不是黑白文的, 可以有金行的位子, 最後直接看, 我們這個大宗經, 這個是什麼好? 齁。 不然呢, 你就要有好運, 知道說, 這個, 這個, 這個修復和教授眾生齁齁, 它就有一個選定性的追蹤, 那麼你把錢拿掉, 不要進去。 這樣你自然間, 從這個文政法之後, 你就能破除一些實踐。 那麼這個就是力行的意思, 就是力。 力力的意思就是信力, 信金正強必定要努力, 破除實踐, 這樣你實踐才能破改靈。 自於今天是沒法, 沒法。 如果要找一個政治件的事, 就很難找了, 應該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今天如果, 你如果是沒討論,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政法, 一定要注意這點。 那麼第二,叫做勤力, 勤力就是說勤金正強必定要努力破除心心的海苔。 怎麼說呢? 有時候, 說一句確實, 有時候身體如果在我慷慨, 你就不會想要來。 或是說氣候變化, 你也不會想要來。 或是說這個公正力量要合作, 反正你分斷,你也不會想要。 因為人的海苔心, 這是真主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勤力就是一定要破除心心的海苔心。 那麼第三,叫做勤力, 勤力就是勤金正強必定要努力, 破一些思念。 因為你的性質如果太複雜的話, 我們說的那個勤力比較不會努力。 因為這個勤力就是X, 所以這個勤力就比較不會努力。 這個要很注意。 勤金就勤力不妨, 政法的修持, 一定要精神靠意見。 所以有時候, 你當時已經聽過了, 就知道這個勤力不可以做到。 更是浩浩的方向去這樣。 聽不懂嗎? 嘴流就出來了, 不應該說的就說出來了, 黏出來也沒出來了。 心就是這個, 又探心指就是氣了。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又是地點了。 那麼再來, 定力, 就是定金、正金必須要努力, 積之妄想這樣。 所以, 探某有跟我們說的疏疏觀。 疏疏觀, 怎麼可以積之妄想? 但是一定要骨咒, 頭上的這個基礎。 如果不然, 你精革、性輸, 把靠在這個靠中裡面, 這樣那個定力怎麼會出來了? 那個定力怎麼會出來了? 因為這是使用的方法嘛。 我就跟主委說過, 我醫生沒有打坐過。 我醫生沒有打坐過。 但我今天這個靠電看的出來, 當然這個含三世的, 過去世的, 有牽引到這個, 又前因。 不過今天, 我如果去看靠電, 主委我告訴我們, 一個名相, 我如果沒有體貼了解, 我絕對沒有放他過。 我心裡就一定說, 我這個名相, 我絕對要看清楚。 所以你定心帶靠電裡面, 這個名, 那個定力怎麼會上來? 這樣飛就可以生, 你給主委看, 一邊看沒有兩天, 兩邊看沒有三天這樣。 這樣絕對那個法義相就出來了。 但是一般人在看靠電, 性輸動念, 都風雜地生, 一直生出來。 地生以後, 你看沒有兩句, 如果不是照記, 就夢想嘛。 如果沒有就睡覺。 看幾個啊, 看幾個啊, 就差不多要睡了嘛。 很多人又問, 我這個看靠電都會睡覺。 不過很多人問說, 我這個看靠電都會夢想。 很多人問這個。 但是, 看靠電看沒有入心, 如果不是夢想, 就睡覺。 這樣而已。 這兩種。 那就是你沒有入心這樣。 你如果有入心, 就注意說, 很大意。 這個文句裡面, 古心, 文心裡面, 你為什麼要提提了解。 你注意看, 一邊看不出兩邊, 兩邊看不出三邊。 這樣那個錠就下去了。 錠就從這裡起來。 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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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流用一定看得出來。 齁, 這就是我主委, 我不是跟大家說過的, 定力, 如果用這樣, 或是入手的方法嘛。 你懂嗎? 那麼, 再來, 再買這條, 叫做什麼? 錠錠, 定力來叫做錠錠。 這個錠錠就是, 錠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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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錠錠、 錠錠, 靠三架一隻兄, 靠三架一隻兄, 靠三架一隻兄弟, 就是神諧和兇諧的這種悔褶, 一定要臠, 就是主導的這種口。 主俗心要臠, 這樣會出御金更會苦咬, 所以台地道論比較說這樣, 吐金正中,不為煩惱所害 這個叫做死命為例,代替道論 gr郭倩偏 這樣 大紀度就是梁秋菩薩跟我們說的 他說摩金 他們的頭髮喔 頭髮不就說是心筋那些嘛 但是這個五筋你要骨俗完蛋喔 你就不要心神鬧亂 不要心神鬧亂這個叫做力 但是一般差不多都會鬧亂 因為我們人的接觸太複雜 不是說什麼人的,什麼人會比較不會 是有的比較強,有的比較弱這樣而已 今天我們有一個比較強化 那麼這個內心特別鬧亂 鬧亂,環心鬧亂 現在這個可以說這樣 心環鬧亂 這樣來呢,這個叫做力這樣 要注意工夫喔 你如果要用,實在是要鎮鎮鎮鎮 你如果媽媽夫婦實在是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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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如果沒有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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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我說那個不對,不可能啊 就是你自己的基礎還沒建立,滴灰還沒起來 你要用什麼去告別的人 就是你這個五筋跟五靈,你不會自己圓圓 你就是沒有這個滋動 沒有這個滋動,正因為你本身沒有滴灰 那個肥金沒有,肥力也沒有 肥金肥力沒有,看你要用什麼東西去做中心 連滋動都不可能,哪有可能做中心 要注意這點,所以這三十七道片裡面 他最明顯就是這個 五筋五六,肅臉處,肅正勤,肅如意久 下一個是七角肌到八正道 但是他裡面就沒說到,我們就不要去說 我們也會認為我更簡單 因為他裡面裡面說八性戶 這個八性戶的內容,另外一個明顯叫做百貝聖 還有另外一個明顯叫做百貝聖 還有另外一個明顯叫做百貝聖 這是有三種的明顯 八性戶、百貝聖、百貝聖、百貝聖 那麼這個意思,他第一條說,內容積聖、百貝聖 那麼這個要報眾生的這個貪聖 貪聖的這個聖 這句話是這樣 為什麼呢?因為眾生的這個生死問題 就是在這個聖獄人 要注意這點 所以我剛才提醒過 有一個藍露的接觸 就有一個生死嘛 所以今天這句獄界 所有的輪迴 無論是在生育屋裡面的 六界裡面都是由聖獄引起的 跟聖獄兩種造成 但是聖獄與聖獄的主點 是聖獄與聖獄 所以有藍露的接觸 就有生死輪迴這樣 那麼他身裡面這條百貝聖 是說內容積聖的行動 那麼他跟我們說 比較關閥聖的問題 關閥聖,如果用百貝聖來講 關閥聖,才能進入百貝聖 怎麼關閥聖呢? 他就說這樣 他就說你今天用這個不正關 來看眾生的希望 眾生的希望 人死去,對方又多水 這樣來講 對方真水 譬如說歷書上 不是說生死 還是什麼人 生死 不死 湯記 好嗎? 這些人都 今天我們以中國來說是世界理人 也有個款 這幾個來講真水 但是終於死去的時候 現在裡面是說 這個美人這麼漂亮的世界美人 他如果死去呢? 死去就有那個救生出來嘛 比如說死去就這個 人就先翻五嘛 翻這個八,八來翻七 annah,現在是月頭蓬起來 但現在月頭蓬起來 聽不聽 provides 月頭蓬起來之後呢 現在 lay הח 比如說這蘑菇 tho'鑒咬出來 那一個根,叫忠勇明就是這個 忠勇明 Gary 依存不指一2個叩 того 所以當年世紀的變法 對 Wh has changed 變法就是 habit abstraction 用其他意法思亡,他跟有一個人死去旁邊的老神就會這樣 當時他去虐心,他就去看一看這樣 看一看,他就破了那個黏下了 這句話就說,內優色的想念的那個湯 但是你比較看其他的這個湯 不然你這個心的湯,自然想要這樣就能解決到你的心情 這句話就說這樣 那個時候,那個微露的聲音就很少了 世紀怎麼有一個比較好 好啦,你們太太多漂亮,世紀在感覺不會睡著 這樣才會說 平常是,他們也會來講 如果世紀之後,你不再睡幾晚 那不可能 你要關閉這個問題,比較不會因爲探飾用 味噪無量力,來追路生死 這句話的意思是跟我們說這樣 我也坐著,內優色相關閉性的問題 內優色相關閉性 但是你關閉性就能解決 關閉性就能解決 這句話是內優色相和關閉性 這個外優色相關閉性 你能不能看 那麼關閉性就能解決 你把眼睛看著屎屎 這句意思是屎屎,內優色相關閉性 一邊看著屎屎,他死去之後 你一邊看 譬如說人死去,你去看沒關係 他就說你去遍人的遍去看 看這個人,看遍面容 和死去的情形 譬如說去太平間看見也沒關係 我跟你聽不懂 他就說,因為你有親族 希望你去看他 現在那些關閉性 都有做一個握紋的蓋子 還看得對 不過現在是都化妝 細節都夠化妝 有些打傷過來就不能顯示 那麼你看 一屎一屎就去看 那個叫做得關 沒有看這個細細 這個叫做得關多少 看得比較多 你如果剛才喝就看 一個人死去的究章 你又看不覺得怎樣 你現在一個點看 九尾看到九尾呢 你就覺得他找得真的不正 你要再探討這個細音之外 可能你就比較不會了 這句話 這句話 內優式的生活 觀光色精細 看完之後 你就能夠解脫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這幾條 這幾條 都實際上都關聯到這個 優關的這個 南無間的這個問題 和這個外性 譬如說以前裡面有 我才說到這個 千、五、千、八、四、性 這樣 這個是 含在內容有什麼問題 那麼 他比較說這樣 這個叫做另外一個民生 叫做八倍色 因為我說這兩條比較主張 就是我不要說 那麼這個八倍色 就說 為白三代煩惱二下去 為二下二 那麼這幾條 我們要嚇一下 因為今天中生是這樣 我們要探討這個 孫雄 探討這個世衆 探討這個世衆 先去國中的煩惱 所以這句八倍色 會 八倍色 是 整個背,他們的眾生, 我想說眾生代道所是一種, 做到什麼呢?一種三種, 會賣賞事這樣 因為這個煩惱就賣賞 但今天為什麼這個北姓處的八條 他就說北歐寫 那就是北改團 因為你如果沒有歐寫不改團 沒有歐寫真的不改團 這裡面我就這樣簡單說就好 那麼你今天這三次 煩惱就是賣賞三次 所以有的收行是很久了 但是我沒有感情賜賞你 我告訴你這是第一名胸 我告訴你真的第一名胸 所以如果這個煩惱是切因主愛 但是這是讓我們對愛河裡面的一種寶寶 要注意這點 英約愛河 我們論論嘛 這我講過了 如果今天如果付出他這個感情賜賞你 我告訴你是拖累我們兩個 拖累和負傷拖累和兩個人來 都是在這個苦海中最重的苦海這樣而已 齁 這個是一定要注意 所以這就是三次都會煩惱 但是你如果可以下禮喔 這樣比較叫做北改團嘛 改團的派霸 但是由這樣四種派霸 各種派霸 你完全可以來清真 就是第一這個主帝 就是這個南無這樣的問題 這是第一名胸 齁 那麼你如果這樣拖累 這裏裡還有有說 北改團那個 還有北中的派霸 那麼另外就是北中的這個素想 不定的事情 這是另外一個法規 是這樣 齁 那麼這裏裡還有一句叫做十片處 齁 這裏裡還有說到這個什麼呢 北、水、火、風 這個式就是 一切處這裏裡 那就是 他這裏裡有說到什麼呢 頭情的背行 齁 頭情 譬如說北改團這個背行喔 第三就是情改團 關系的情形 以及情形 會 現到這個 我們本身現在如來前的 這個情形 就是說你的心境 不要去再組織的這個 世間八條問題 把你拖累 齁 但是我們剛才有跟我們說 他在裡面說到這個四條 這都是說到這個 不優式、不優式 齁 齁 這個 你對這個資點 你如果放得下 好 那麼這個來 你要解決就很順勢 那麼這個十片組 這個 如果有必要 會一會再說 那不然呢 再跟我們說到這個 百人百地 再加一個 素性體的國中的素性 這樣來 做一個 七段落的結論 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 齁 彌勒尊吳